在疫情之下鼓励民众到台东来消费 台东县政府从9月30号开始 推出为期4个月的爱购台东消费季活动 凭发票上网登录就可以参加抽奖 而截至目前为止累计消费已经达7000万元 但距离目标2亿元还有一段距离 县府财经处表示1月底压轴抽汽车 希望民众能够踊跃的消费 报得大奖回家 进入后疫情时代 在中央实施入境管制 国外观光客无法来台消费的情况下 如何刺激内需振兴经济 台东县政府打出爱购台东消费季活动牌 凡是在今年9月30号到明年1月31号这段期间内 凭着在台东县内消费的发票上网登录 就可以参加抽奖 奖品的一个奖金超过500万 那最小的奖品的金额都超过1万元 那当然还有一些厂商所提供的部分 那会又可以用命运或机会的部分 来加码的来抽奖 揭晓压轴大奖日系品牌油电混合车一辆 除了周周抽豪里月月抽大奖外 台东县政府也寄出汽车压轴奖刺激消费 截至目前累计登录消费金额已达到7000万 单笔消费更是突破百万元 但端出总价500万的豪里 却距离县府期望目标值2亿还有些差距 登录的部分最起码可以达到2亿 那整个消费我们预计的一个整个消费刺激 希望可以超过5亿 目前大概差不多到50% 那我们希望再加油 爱购台东消费级活动进入倒数阶段 县府催油们积极宣传 也特别设计单笔消费抽奖次数上限 避免不高 要价百万的汽车压轴大奖 就带努力消费的幸运额开回家 既然消费会台东市报道